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也博士的军事专家张叶 专家你好 那么日本政府近期开始讨论引进美支战斧巡航导弹 以拥有所谓进攻敌方基地的能力 那此举是否意味着日本正式抛弃专守防卫方针呢 我们知道战斧巡航导弹呢 特别是它的这个对地攻击型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程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个武器 所以这一次日本要谋求获得战斧巡航导弹 确实是它在背离防卫专守这样的一个方针 一个我觉得是一种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但是说日本它要公开地抛弃专守防卫 目前来看恐怕它还没有这样做 因为从安倍这次对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说明来看 他还是讲我是出于自卫的目的 在其他的手段不能起到作用的时候 我对敌进行攻击 这基本上是沿用了他这个1957年的 叫政府统一见解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所以说这一次呢 他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是沿用了日本一贯的这种做法 就是说通过政府解释来架空宪法 架空专守防卫这样的一个战略 逐步地推进它这种修宪扩军的这样的一种步伐 当然我觉得随着未来日本右翼的不断发展 这个修宪的步伐不断加快 它彻底地公开地抛弃专守防卫 是迟早的事情 是好